5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情况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介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第一时间分离鉴定出病毒毒株 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及时分享抗疫科研成果,为全球抗疫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第一时间分离鉴定出病毒毒株,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了病毒全基因序列 为全球科学家开展药物、疫苗、诊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逐步深化对新冠病毒致病机理和传播规律的认识,为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迅速筛选评价了绿葵、法匹拉维、突出单抗等有效治疗药物 以及恢复其血浆的治疗、干细胞治疗等新疗法 建立了适合不同阶段患者的治疗方案 短时间内建立形成了核酸检测、抗体检测相配套的检测技术体系 不断提高灵敏度和便捷化 进一切可能加快研发进程 并行部署五条技术路线推进疫苗研发 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和灭活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同时积极推动开展疫苗、药物、检测试剂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及时分享我国抗疫科研成果 为全球抗疫做出了积极贡献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斌表示 中国对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的产品性能和相关技术 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 检测产品的产能以及目前的检测能力 基本满足当前需要 疫情致死对检测的需求非常迫切 那么根据发布的病毒序列 我们有关的检测企业和研究机构 在两周之内完成了核酸检测试剂的研发和上市应用 而且进一步去加强 在抗体检测 抗原检测这方面的研究 快速实现检测试剂 从无到有的突破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根据需要 在我们的检测的灵敏度 在方便性这些方面不断地进行改进 产品的性能也不断提升 从开始至少需要四个小时 后来逐渐地平均水平达到一个半小时 现在我们有一些检测的产品 时速分钟 所以也是不断地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 总体上来看的话 我过检测司机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性能 以发达国家处于同一个水平 检测产品的产能以及目前的检测能力 既不满足当前的需要 同时吴远斌还介绍了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的最新进展 目前我们研发的五条的技术路线 腺病毒再提疫苗 已经完成了一期二期的 这个接种 一期的结果也初步进行的评价 我们另外有四个检测疫苗 也已经开展临床实验 据我们了解 现在全球开展临床实验的疫苗 总体上有十个 所以在这些方面 我们的疫苗的研究 这个还是和世界这方面的话 一并在共同推动 当然在疫苗的研究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加强和国际组织 包括WHO 也包括像流行病的联盟 CIPI这方面的一些机构的合作 一些企业的研发 也是开展和国际的一些机构 这方面的合作 感谢观看